大家好,欢迎来到我Underspillet俱乐部 上一次看摔角看得这么心碎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就算知道Semi Zane不可能打赢Roman Reigns 但是所有人始终都依然支持Semi支持到底 在拍下第三次的独秒之前都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这场main event带动起来的感触绝对看比其他的电视剧 我个人觉得今年的Elimination Chamber是继2019年以来最好看的一次 从头到尾都很精彩 虽然当中还是有一些遗珠之憾 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的Elimination Chamber还是非常好看的 接下来就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Restomania之前的最后一战 Premium Live Event Elimination Chamber 2023的观后感吧 首先开场的是女子组的密室铁龙淘汰赛 在这场比赛中胜出的人会在Restomania挑战Raw女子冠军 也就是Bianca Belair 比赛由6人中的Liv Morgan跟Nathalia先开打 原本我以为Liv Morgan那么早出场 是不是会让他一路拼死拼活的打 然后生成到最后剩下的那两人呢? 结果赛局还是跟我预测的有一点出入 过程中他们很执着于把铁龙武器化 打出了好几个日后会被纳入在宣传片的场面 接着Rachel Rodriguez,Nikki Cross跟Carmela接连出场 Carmela出场后就一直尝试偷鸡捡便宜 趁机压制那些被别人打爬或者自相残杀的选手 不过都没有成功就是了 之后Rachel抱着Nikki Cross朝着密室舱直冲 撞爆了亚克力板 就这样Nikki Cross成为第一位被淘汰出局的选手 随后Rachel Rodriguez继续展现她的女强人之力 这之后还出现了非常酷的一幕 Rachel在擂台角落踢踩Natalia的时候 Liv Morgan突然从密室舱上方转身 跳下来抓着Rachel打出Sunset Flip Power Bomb 这招引起了观众的激烈喝彩 再来就到最后一位参赛者Ascar的登场 她一出来直接火力全开吊打Carmela 场外非常投入的观众群纷纷喊着 Ascar's gonna kill you的口号 所有人都被放出来就意味着比赛接近尾声了 Natalia活用sharp shooter锁着Liv Morgan Ascar也加码用Ascar Lock双双把她锁得紧紧不放 直到Liv Morgan失去意识被淘汰为止 后来Carmela淘汰了Natalia又跟Ascar并肩作战 淘汰了Rachel Rodriguez 这时铁龙妹只剩下Carmela以及Ascar两人而已 Ascar破解Carmela的Roll Up Pin 4的同时 又把动作转换成Ascar Lock 最终淘汰了Carmela获得比赛胜利 一个完全不令人意外的结果 只不过如果最后跟Ascar对战的人是Liv Morgan或者Rachel的话 不到最后一秒可能观众都未必猜对结果 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缺乏了一点的Drama 比如那种大家一起携手专注在干掉某位选手 或者把某个剧情而远掺杂进来 又或者当中有特定的选手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同志之类的Drama 不过相对的 今年女选手们反而都各自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色 比如Niki Cross就是疯疯癫癫的 Rachel Rodriguez就是女强人 Carmela则是一直逃避打架趁机偷袭 Liv Morgan则是享受痛感的形象 然后胜利者的Ascar则是贯彻了新的华名Gimmick 展现出对于打斗表现得非常饥饿的战斗模式 无论如何 这场女子密室铁龙淘汰赛还算是挺好的 对于Ascar跟Bianca Balea在Restomina的冠军赛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第二场比赛则是Bobby Lashley对战Brock Lesnar 这是一场很简短的比赛 怎么说呢 比赛的一开始就跟前两次的交手一样蛮好看的 各种激烈的大动作把对方摔来摔去 这其实看的还蛮过瘾的 大招也不断的交换来交换去 只不过呢 这场比赛还是犯了跟前两场一样的毛病 就是不让他们打个你死我活 而且还草率的结束掉比赛 Bobby Lashley用索记Hurt Lock狠狠锁着Lesnar 然后Lesnar无法挣脱而用脚去踢Bobby Lashley的小Bobby 因此被视为犯鬼 只用了四分钟就结束了这场比赛 DEQ Finish真的很烂 虽然说可以理解他们不想把这种重大的对决 放在这种B级的Premium Live Event上演 所以通常都会用DQ Finish把剧情 拖延到真正的舞台 可是这里就很奇怪了 目前Bobby Lashley跟Brock Lesnar 看起来似乎不会在Restomania有重赛的样子 而且前个星期 Bray Wyatt还宣示要挑战这场比赛的赢家 Bobby Lashley虽然现在是赢家的身份 可是他在比赛结束的时候 看起来却像是弱势的一方 之后的展开到底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这场曾经号称的Dream Match 已经被过分炸干了 如果Bobby跟Lashley再有第四战 真的希望能有一场没有干预 也没有猎奇安排的好比赛 我就只想好好的看这两个大金刚互相对干而已啊 再来呢是Edge和Beth Phoenix 对上Judgment Day的Finn Butler和Ria Ripley 我自己觉得啦 这场男女混合双打赛 绝对是近年来最好看的 除了参赛者之外 场外的Dominic也为这场高分赛添加了不少欢乐之处 比赛刚开始不久时 他明明在场外什么小动作都还没干 却被现场观众的口号轰到不成人形 就像我上个影片说的 要每次都接纳观众的这股hit真的不简单哦 反派有一项必备技能就是招惹观众对你的烟饿 而Dominic的这项技能可以说是几乎点满的 此外这场比赛中女子选手的表现较为特殊一点 除了队伍之间的合作之外 Beth Phoenix跟Ria Ripley在彰显她们的女子力这点上也做到很好 不只让粉丝看到了Beth Phoenix还是风采依旧 还成功在Restominion前给Ria Ripley增强了她的剧情实力 另外Dominic也充分发挥了场外Manager的效果作用 在干扰比赛跟裁判争执的同时 Dominic把直接同环丢进雷台 Ria Ripley捡起来后朝Edge的脸部打了下去 不过压制却被Beth Phoenix打断 虽然她Botch了一下 比赛的最后阶段 Finn Baller用Sling Blade把Edge弄倒后 原本打算用Shot Gun Dropkick踢向A 可是却被Edge用Spear把她给撞倒 后来Edge夫妇竟然对Finn Baller打出Shadow Machine的组合大招 收掉了Finn Baller 虽然结果跟预想的一模一样 不过Edge夫妇打出Shadow Machine的时候还是有震惊到一下 因为这是Edge的现实好友Cash Miller的组合FTR的大招 至于结果嘛 因为这是Edge从Royal Rumble回归以来 第一次跟Judgment Day进行的比赛 另一方面 Mami可是刚赢下Royal Rumble 即将在Restomania挑战冠军的挑战者 因此更加不可以被PIN 所以综合上述的原因 唯一能够被压制的只有Finn Baller的 反正不管怎样 这场比赛依旧是个大大的大拇指啦 下一场比赛是男子组的全美冠军 密室铁龙淘汰赛 先开打的选手是Johnny Gargano跟Seth Rollins 两人短暂的交锁过程真的很精彩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两人上演一段完整的一对一比赛 第三位出场的选手 蛮意外的竟然是冠军持有者Austin Fieri 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被放出 不过看到结局之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被早放出来 Austin Fieri尝试跟以前在NXT的伙伴Gargano联手合作 不过却反被Seth Rollins跟Johnny Gargano一路揍到关在密室场里为欧 Damian Price和Bronson Ray紧接着陆续出场 Bronson Ray一出来几乎就压倒性的统治了赛局 好好的像没关注NXT跟新日本的观众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Montez Ford 他一来就秀出了各种非空招数 整个人从头到尾都超然的 当中最夸张的画面绝对是他爬上铁龙顶部跃下来的时候了 不过个人觉得这场比赛的最佳景华并不是这里 而是Seth Rollins、Gargano和Montez Ford 三人联手淘汰Bronson Ray这个大块头的moment 一脚又一脚的Super Kick接踵而来 加上Gargano的Final Beat DDT Seth Rollins的Curbstorm还有Montez Ford的Frog Splash 各种大招重叠又重叠才成功淘汰了Bronson 虽然Bronson Ray是第一个被淘汰出场的选手 不过他精彩的表演已经给粉丝留下强壮十足的印象 就算是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剧情实力 后来Damian Priest跟Gargano也纷纷被淘汰出局 Montez Ford对Austin Feary使出From the Heaven 可是腹部击中了Austin Feary的膝盖 痛得漫步爬出雷胎的Montez Ford 在铁龙上吃下了Seth Rollins的Curbstorm 被Austin Feary淘汰 虽然大家的表现都很赞 可是Montez Ford的表现是最出色的 出类拔碎的表现也得到Triple H的称赞 就在Montez Ford被抬出蔑视铁龙的过程中 Logan Paul突然闪现进来攻击Rollins 用Seth自己的大爵把Rollins踩下去 后来Austin Feary负责结尾比赛就结束了 全美冠军成功被未免了 这场比赛获得了4.5星的高评价 这场比赛里的6人都平均充分的发挥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6人都得到了来自观众激烈的欢呼声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想说 观众看秀喝彩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可是我相信各位也不难发现 过去几个月里 大众客群对于Johnny Gargano跟Bronson Reed 他们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 基本上很少会引起观众的反应 希望透过这次的表演 已经给大众客群稍微见识 见识了Triple H的干儿子们 再来的压轴就是重头戏啦 WWE Undisputed Universal Championship Match Semi Zane对上Roman Reigns 好几个月的铺陈 为的就是这个时刻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 有人形容上个月的Royal Rumble简直就是一部电影嘛 经过了Royal Rumble之后 Semi Zane被塑造的一周比一周更强 直到现在终于要跟Roman Reigns对战了 这场压轴难得的是由冠军先出场 Roman出场时不意外的被虚到很惨 蒙特利尔的粉丝为他们的家乡英雄 Semi Zane释出了最最最热情的喝彩 比赛终身敲响的几分钟内 Roman跟Semi什么都没做 大家都曾经在大力支持Semi 全力敌视Roman Reigns的氛围下 Roman Reigns势必要在蒙特利尔把Semi打到无法起身 甚至他还在Semi Zane的妻子面前暴打Semi 可是Semi Zane也显露出绝不屈服的精神 此外 他还用上了尘封遗址的华丽招式 Topecon Hero 这场比赛在叙述的是被觊予厚望的Underdog 接近权力跟不可一世的怪物反派抗争到底的故事 他的好看之处绝对不单只是来自于各种酷炫的招式或什么的 而是一次又一次差点被完成的毒秒 有好几次Semi中了Roman的Sphere 所有人都以为会就此结束时 Semi Zane总是kick out每个被认为不可能kick out的压制 同样的 Semi Zane对Roman Reigns打出了Hullover Kick Blue Thunderball 甚至是Superman Punch 基本上可以输出的大招都已经输出了 不过还是无法打败Roman 后来在扭打的过程中 他们不小心打混了裁判 偏偏就在裁判不省人事的时候 Semi Zane成功对Roman Reigns打出了大招Hullover Kick 不过却没有裁判可以毒秒 与此同时 Jimmy无兽跑出来 在裁判昏迷的空档抓着Semi一直攻击 而且还使出了大招 就在这时 第二个裁判及时赶到进行拍板 正当所有人以为故事即将画下句点的时候 Semi Zane又打断了毒秒 在场观众的反应非常激烈 纷纷哼起了Semi Zane的出场歌曲 然后一个不小心第二个裁判也被击倒了 Roman Reigns命令Paul Heyman递给他一张帖椅 势必要在Semi Zane的家人朋友面前摧毁他 就在这时 立场不明的Jey无所突然冒了出来挡在Roman Reigns的面前 就跟Royal Rumble的情节一样 Roman Reigns把帖椅交给Jey无所让他来下手 Jey无所犹豫布局了很长时间 甚至还一度含恨盯着Roman Reigns的背影 就在这时 Semi Zane朝着Roman冲撞 可是却被躲掉 结果Semi意外的spear到Jey无所 后来杀气腾腾的Roman Reigns把帖椅抢了过来 疯狂的摧残Semi Zane 最终在十出终结季干掉了蒙特里尔的家乡英雄 Semi Zane败北的当下 现场的气氛一片激进 观众没有发出嘘声也没有暴动 摄影机把镜头转向观众群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失望透顶乃至心碎的表情 不过节目并没有就此结束 Jey无所随后返回雷台继续殴打Semi 这时Kevin Owens 英雄般的出场 一个接着一个干掉了包括Paul Heyman的Blood Knight成员 获得了震恶的欢呼声 最后Kevin Owens 让开了道路 以致Semi Zane对在雷台角落折腾的Roman Reigns 使出最大中戒的Hellover Kick Kevin Owens 并没有跟Semi Zane握手 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 他只是前来干掉Blood Knight的 而且他始终还没忘记Semi Zane在强者生存对他做的事 节目最后在两人互相对望的情况下拉下了序幕 这场比赛真的超级刺激 一次又一次的Near 4总是让人情绪一直高低浮动 即便是预料中的结果也还是看得非常惊心动魄 粉丝心碎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支持的Semi Zane失败而已 当中也有一些是对不知道Semi Zane还会不会再次回到这个高度 不知道Semi Zane之后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弃子的这些担忧 毕竟我们看过了不少的前车之剑 反正不管怎样 我都相信Roman Reigns的王朝一定会在Restomania被推翻 而且目前看来Semi Zane跟Kevin Owens似乎有可能会在Restomania 挑战The Usos的双射双打冠军 接下来的剧情会如何展开 我们大家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总的来说2023年的Elimination Chamber是一场超级值得一看的Premium Live Event 满分十分我想我会给8.5的评分 如果说作为一场B集节目来说的话 我会给他9.5的高分 Bobby Lashley跟Brock Lesnar的超帅结局真的是一大遗嘱之憾啊 那各位观众对于Elimination Chamber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你觉得Semi Zane的热度还会持续多久呢? 甚至是你对Restomania的猜测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交流哦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赞 想听更多摔角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